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商主义客》 今天我的特别嘉宾就是Amana Amana Wong Hi Hello 各位好 今集就敬秋了 那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如何迎接未来新世界 还有会有什么工种 我们应该如何去预备自己 Amana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企业培训专家 是否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不如你又介绍一下自己 OK 如果我要介绍自己 我就用我自己的英文名 Amana A man between two A 一个男人在两个A字的中间 第一个A是我前半生的工作 作为一个adventurer 去过世界三十个国家 一百五十多个城市的工作 adventurer OK 一个冒险家 是的 我曾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的公众 而现在由2003年到现在为止 我成为一个trainer 或者叫做awakener 是帮助别人学习得更容易 更轻松 更快 我们很喜欢叫他觉醒 今集非常重要 我觉得无论你是什么年龄 无论你有没有子女 你现在是不是洗了牌 需要再选一个行业 或者你是一个行业 你说不是 Aster 我份工都挺好 你都开始要想一想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是不断变 不断变 我们先讲一点 今集我们会讲一下 一样我觉得非常有兴趣的东西 叫做future skill 叫做未来技巧 未来技巧 而且在新常态之下 将会发生 或者需要的一种未来技巧 那我呢 就已经和Amana 喝过一次 喝过一次茶 是 就说这件事 我一听到future skill 我就变成了 Future skill 喂 要讲我这件事 然后跟着呢 在电话又聊了一餐 是 跟着呢 刚才呢 我们开始录音之前 又聊了一大餐 我都觉得呢 这个future skill 基本上是全人类都要听 哪怕你是 嘿我退休了 那样 那可能你都会有子女 是 没错 或者是你会 世界都会不断变的了 是 就是简单来讲 如果现在的疫情 三五七个月之后 都没有变化 嗯 甚至乎三五七年之后 都还是这样 大家都依然不可以飞 不可以travel 然后所有的 很多的行业没有了 嗯 然后好消息就是 也都会有很多的行业出现的 嗯 那你怎样自处呢 是 没错 那刚才我们呢 真的谈了很久了 那我都觉得 我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发觉 嘿嘿 我有很多这些future skill 那你有没有呢 我又不知道 那就由呢 Amana慢慢去讲出来了 是 是 是 我们从哪里开始讲呢 嗯 因为太多好资料了 这样 不如这样 由你刚才说的 就是 其实我们 今集呢 会有很多问题的 很多问题 会问你啦 我们问自己啦 互问啦 例如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我还有多少年玩呢 哦 是吧 是吧 然后 到底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 嗯 然后这个世界有什么需要呢 是 那我在中间的角色 会是怎么样呢 嗯 因为始终我们都会是 想结婚生仔啦 或者settle down啦 养妻活儿啦 养父母啦 有个好生活啦 其实人类 很简单地 哈 市民都是想些东西而已 怎样讨过生活 嗯 那到底会有些什么发生呢 嗯 什么future skill呢 是 是 嗯 我想在这里呢 当我们 在读书的时候呢 啊 老师就会跟我们讲 将来你想做什么呢 那又牵涉到一个是 工作的问题 我的志愿 是啊 哈哈 五岁那时你要回答的啦 是啊 五岁那时鬼知啊 是啊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行业 我怎样说我都不知道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当我们讲 未来的技能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就是这个技能 会放在什么工种上面 那就是说 未来有些什么工作要做 或者你自己想做些什么工作 那我们经常都听了 在一个新常态下呢 现在所有电脑啊 AI啊 这么流行的时候呢 那些人就会告诉我们 未来呢 很多工种不见了 没有什么做啊 没有什么做的啦 那是不是这么悲观呢 但有另外一派的说法 又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当这些工种没有了之后呢 将会有一些新的工种出现 那到底这些新的工种 有些新的技能的要求 到底我们能不能够适应呢 那这两派呢 都割走极端的 其实有一件事 他们没有想到 或者没有问到 就是你说的是 多少年之后的事先 如果你说五年 和说五十年 可能完全那个计划是不同的 那适应的方法都不一样 那所以就要看我们现阶段 作为一个我自己 我多少岁 我还有多少年工作 还有我还有我身边的人 我的下一代 我应该怎样为他们去铺这条路 可能我们上一代没有帮我们铺 没有帮我们计划 但是现在是时候 我们要为自己 未来去计划 也都要为你下一代 未来去计划 因为你不计划 未来的世界是不会等你的 就是好像我们以前教理财 就是这么说的 你不理财 才不理你 还有呢 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的 那我们刚才谈到一件事 就是其实呢 以前的世界 只有男人做事而已 是 还有你想想盆古初开的时候 没有什么行业的 嗯 就算耶稣的年代 也没有什么行业的 要不就打鱼 要不你是农夫 要不做衣服 要不就做那些姓幕 是几行的 做抬抬抬抬抬抬抬 然后你发现一件事 就是大概几十年前 我们发现不够人用了 女人都要加进去生产行列 大家都要上班 你想想如果现在的世界 就是回来 女人不用上班 不准你上班 会怎样 那么 新产力会下降 整个世界都会变了 可能会倒退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哇死火了 没有了几个很重要的行业 自自然而就会多几十个新行业出现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带动我们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 到底我是谁呢 到底有什么令我快乐呢 我就有答案了 你有没有呢 我就不知道 现在由Manner呢 继续去说下去了 是 是 Essa 你说得很对 除了未来的技能 和未来的工种 其实还要说就是 我是一个什么人 Who am I 如果我是一个喜欢多样性 或者很多创意的这种生活的话呢 可能如果我走了去做一些很死板的工作 我是不会开心的嘛 亦都是过往我们的年代里面 很多人都是为了就是 我要做律师 我要做工程师 我要做医师 可能这些是 在当年来说是很赚钱的行业来的 大家都渴望去追求的 以前如果你稍为读得书 阿妈 阿爸都会想你做这些行业 会的 你再读得书的话 就是做法官 是啦 做这个开刀的那些 没错 但是这些呢 我不幸地 未来的日子都会慢慢识微的 它会慢慢改变了 叫做社会的架构不同了 可能这些工作都还存在 但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出现 或者你需要有不同的技能的配合 去做同一样的东西 For example 讲讲医生 如果一个医生 他只是懂得医病人 他懂得做手术 他懂得下药 够不够呢 以前够的 但是现在不是了 是吗 现在医生呢 都要懂得怎样去 就是看拆病人的心情 他能够叫做 能够讲到故事给他听 知道病是怎样来 陰功了 已经读那么多书了 还要学说故事 怎样现在有些医生要上电视了 要写书 要写书 当然了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很高明的外科手术医生 根本有很多微创手术是机械人做的 以后来的日子都是这样 是啊 所以我们讲到未来的技巧 未来的工种 未来的社会的时候 就要先讲真的回退一万步 我喜不喜欢做那些东西 就算那些东西是很赚钱 我当你用五年时间 你读完一个法律的学位 又那么好彩 有人请你去入律师楼 又那么好彩 你又真是能够有很多客仔 尝试又看得起来 没错了 那些客仔又很欣赏你 但是万一你不喜欢这一种工作 你每一天上班都觉得是很辛苦的时候 那你会怎样呢 我有一个看法 不知道你赞不赞成呢 其实呢 如果你为钱做事呢 无论你赚多少钱呢 到后来你都是觉得不值的 你总是觉得 诶 赚得那十几万 赚得那几十万 赚得那几百万 为何要那么辛苦 其实 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看条件 但是去到后来 你会发现 任何工 是因为只是想赚钱的话 不够 所以现在我们新的一代 譬如九十后以后那些 他们是很迎合到世界 为什么呢 我们六十后 六十后是没有喜欢不喜欢的 我们以前的年代就是 你读得多少书 你就读多少书 然后你做什么呢 就是视乎你读到多少书 你就做什么 你很读得书的话 就是律师、医生、建筑师、会计师 对不对 不是很读得书的话 那就早点出来做事 或者早点出来做事 有一份手艺 有一份手艺 就视乎你读到多少书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那一代的构造 是没有喜欢不喜欢的 你已经聪明很多了 刚才我们聊的时候 我听你如何计划你人生 晓得 我计划你一份工作 就会说 然后我们那一代没有的 总之 爸爸说计计计好 其实没有什么人说计计好 因为我爸爸是做印刷的 所以我爸爸说计计好啊 女儿 我们就跟着计计了 嗯 后来才知道 到现在才发觉 计计都不是很赚钱的 我曾经都想过做计计的 是家私计计 我都喜欢啊 我喜欢家私 我曾经帮别人计计过一些家具 是很新穎的 用一些创意帮他画图出来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机会 是一间的家私店 做过销售院 喂 其实72行 画公仔出行的 你有B行没做过的 哎呀 真的想想先啊 哈哈哈哈 我从中学毕业呢 因为我读工业中学的 我们学的就是木工 那于是乎呢 我第一份工作 真的去了工厂 学做家私的 好了 我们回到今天的题目了 那跟着下来 我们需要讲的就是 主打我们讲Future Skills OK 那然后Future Skills 我同复他讲的 他教我的 OK 是有分这个Hard Skills 就是硬件的东西 和Soft Skills OK 那我发觉现在新的人 很多是什么Skills都没有 就可能只有 Hard Soft都没有 Hard Soft 然后就是不硬不软的都没有 那就只是得鑽食的Skills 那到底什么是Hard Skills 什么是Soft Skills OK 如果一样东西 你学了之后 你可以按部就班去做出来 一板一眼 有程序的 我们假设这些就是Hard Skills 比如手作 做啤工 拉那个机器出来 然后就做到一个模 这些都是Hard Skills 是 如果你说是做Engineer 做车 也是一种Hard Skills 这些是 就算你很高科技都好 这些都是Hard Skills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模式的 什么是Soft Skills呢 就是没有一种模式的 完全是在我们的脑里面 我们说这些是Social 和Emotional Skills 那就糟了 是 因为现在我们新的 就是比较年青一代 Social Skills又欠逢 因为大家跪着打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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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沟通就在WhatsApp 是 OK 然后Emotional Skills 都没有什么 说来说去 开心不开心 就是个人不个人 爽不爽 只有几个字 叫什么 慈穷 是吧 那很糟 那怎么办呢 这样说 我们首先 要正面一点 看回这帮年青人 他在玩手机 那个也是一个技能 而这个技能偏偏就是 我们老一辈可能缺乏的 是啊 是啊 我们没有他那么灵活的 是啊 那他们是拥有一种Hard Skills 就是未来社会里面的Technology 或者叫 电脑上需要去应用这些技能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你应用电脑的技能呢 都不能够帮到我们走完这条路的 你不可以只是躲在一个电脑房里面做事的 你不可以只是对着手机做事的 你一定要面对人的嘛 那当你面对人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接触 和那个互动 那你如何去体会人家的感受 你如何去用说话说服别人 和人沟通 有交流 你怎样去和人有一种叫做和谐的关系 是达到你想要的那个境地呢 这些完全是要重新学过的 学校可能没有教我们的吧 是啊没有的 甚至家里也有时候没有教我们的 是吧 你又不怪他们的 只是要你听话的 是啊 你又不怪他们的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呢 在一个Soft Skill那里 我们要有这个Soft Skill 你怎样和人家相处 怎样多些朋友 尽量少些敌人 是吧 怎样令人家喜欢你 怎样沟通清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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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又不可以没有了Hardcore那里 就是说 技术啦 AI啦 电子化啦 是 因为我们已经去到一个 就是 始终是Digital的年代了 没错 我都依然有些朋友呢 有没有呢 还 嗯 早十年八年呢 我有两个朋友 全香港只有两个而已 是没有电话的 嗯 嗯 他极度抗拒 很神奇啊 一个呢 就是牧师来的 OK 另外一个呢 就是做教练coach来的 所以我都很神奇 我说你没有电话 他是很抗拒 他那些人经常在讲电话 嗯 Supermarket排行丁 前面那人讲电话 讲到阻止了 又在地铁讲电话 就是觉得很抗拒 所以他没有电话 但实际上 你怎样可以没有电话呢 找都找不到你 嗯 这样 然后后来呢 就有一个 那个coach 都已经用了电话了 是 那另外一个牧师 我不知道他还在吗 可能根本人都不在 因为他那时候很老 嗯 嗯 我相信这样的 他用不用电话 或者用不用 未来的一些 叫做机械也好 或者一些科技也好 嗯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这个工具 帮不帮到他 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例如 如果他想 一个coach 他想做多些生意 有多些coach的工作的话呢 原来手机或者电脑 是可以帮到他 接触到不同的人 就算是远程 去做这些工作 他不需要飞到美国 他在通过这个视像 都能够做到这个工作 那如果他结果 带来一些好的收益给他 那他就会接受 换句话说 在未来的社会里面就是 无论你进了哪一行 你都要懂另外一行的东西 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 但你可能要成为一个 generalist 各样都知道 但是当你需要用某个技能 不是你的本科的时候 你就需要人制关系 你要找到这些资源 你要去支持你 配合你 那你就缩短了你那个学习的时间 缩短了你那个试错的时间 那你就自然会 即是叫做 快人一步 理想达到 理想达到 那另外一件 我们要提及呢 就是其实trend 趋势这件事都很重要 那你怎样去了解这件事 就是我了解这个trend 譬如说我们很幸運 无端端入到网台界 然后跟着呢 其实前几年呢 那些poly同学呢 他问我做什么 我都要解释清楚 他说你做什么 网台咯 网台? 是什么来的? 是什么来的? 即是呢 好像电视台那样 但是在YouTube看呢 他说 哦 是不明白的 嗯 嗯 那其实趋势这件事 又有多重要呢? 趋势很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环境 一个大环境 如果你能够理解分析 这些环境里面的人 和那个环境的互动的需要 那这些是一些很 我们叫做 high cognitive的skill来的 很多人看了那些数字 他没有办法理解那些数字 把那些数字 加上这些东西 加上人给你的资讯 很多这些大数据的分析呢 可能电脑会做到一些的 但是 最终要落一个决定的 都是人 那所以 如果你要能够 对未来 和现在 有一种叫做 好 呃 抽象的思维 有一种critical thinking 也都能够 帮到你去 做到一个 decision的话呢 而这种技能呢 将会是很多人需要 无论是哪一行都要的 刚才呢 你说的一样很棒的 那这个就是 是什么呢 就是 在未来的世界呢 其中一样东西 是令到大家 到底你是 找不找到食呢 我常常说 吃不吃得开 这是国语的 你找不找到食呢 就很示范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不断地 不定 不断地access 就是去 access 中文叫什么呢 不断去探究世界 不断去变 然后你探究世界 你发现世界 因为以后变得很重要 是 其实现在变得很重要 然后你就要学 譬如我们做网台 鬼识吗 Youtube 我也是Youtuber 然后我后来会 咦 原来我是Youtuber 然后就开始在网上找资料 你学得多快呢 你学得快的话 OK 然后就是 就是你怎么用 对不对 我重复你讲的东西 怎么用之后呢 然后就是怎么去练习 不断去practice 不断去试试 然后就是应用 就开始我们第一次 在这个Youtube 就是我说的例子就是 收到第一个Youtube的100元 哇 开心到 真的有钱收 原来 然后接着又怎样呢 下一样东西就是教 是的 但你教到的时候 就是找食咯 没错 还有你的江湖地位就很够了 那这个呢 待会呢 Amana就会讲多些的案例 和再深入些去讲的 嗯 所以呢 今集为什么我说很重要呢 就是 很重要的种子 嗯 因为 另外一个角度 不断去讲一讲 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们以前的年代呢 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 其实如果你想 找到食 OK 吃得开又讲这个字的话 其实你是需要 我们以前的年代 你需要做一个 specialist 就是一个专家 是 但是你又要成为一个 generalist 嗯 generalist是叫做什么呢 generalist 通财 通财 是的 当我们知道 譬如世界的运作 以后不断变 所谓知道的话 是你现在知道的 不代表你明年继续知道的 就是你现在知道 世界的运作 原来所有东西是要zoom 或者所有东西就是 online 所有东西 就是digital 然后跟着就是 这个是general的嘛 是 然后你就是 譬如我是做网台 我们就变成specialist 怎样做到好节目呢 怎样可以令到 即我的例子就是这样 是 然后这两样东西 是要平衡的 嗯 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specialist 就是说例如是 我稍后会举这个例子 就是那位 你的学生那个 德国工程师 哦 是的 他是一个specialist 是 一个很专家 就是设计汽车 是吧 是 但是他不是一个journalist 嗯 那就会突然间人跟你说 喂 你不肯飞啊 嗯 那你没有价值的 嗯 而且有很多年轻的工程师出来 他比你便宜的 是 你的人工可以去聘了两三个 我为什么要留你在这里 然后你就 哎呀 搞错 要养老婆子女 一把年纪你跟我说 我没有价值 是 然后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就反过来 是journalist 什么东西都知道些 嗯 但是没有东西精 又死的 是 不过这么说 如果你什么东西都知道些 但是没有东西精 你反而是可能有得生存 就是你可以找些精的人来帮忙 是的 因为你看到 哇 现在的世界跟着会这样 但是如果你真是一个specialist 一个精英的话 一个专家 但是你没有一个层面 就是一个 社交层面 通识 通识的层面的话 其实是死得更加快 嗯 所以你明白 为什么今集那么重要呢 而且我们今集 是会讲两集的 哦 因为跟着我们会讲 这个呢 interpretation 我们会是所有东西 都说了给你听 现在来的日子 你应该怎么自处 嗯 所以非常重要 哈哈哈 那好了 那一闪一眼 第一集呢 不是 第一个part one 就已经非快地过了 那我们不断意 就 summarize 我们跟着会讲什么 所以你要stay tune 那如果现在看youtube的观众 你想继续听我们讲的话 的话呢 快加入我们商台 成为这个会员了 OK 那我们暂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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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